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义德台仰和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近 我是Raymond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了网向编辑部证据部和 晒冷气,继续壮大纵纳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有一些非常突发的事件要和大家讲一讲 是的,我们这里的报纸就刚刚看到 应该过几钟前 一个海啸的警暴 就是太平洋就发生了8.1级的地震警暴 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就是在我们这里下午时间的6点16分 就是香港时间2点16分 阿拉斯加半岛就发生了黎克特制8.1级的地震 震源的深度就17公里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就说 未来3小时之内 一些沿海地区可能会发生广泛的危险海啸 但我们这里是新西兰,所以我们就 目前都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包括新西兰的 那情况仍然在调查之中 那一旦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呢 那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当然是,这个威胁的评估是会更新的自动 那现在当然我们这里的机构就 在评估会不会有风险 但是我们这里来得很远的 就是我们离开那个阿拉斯加的震源 是整万公里的 很远的 很远的 但是现在估计如果是有海啸的话 是12个小时之后才会来到我们这里 那它有一幅图的 那我姑且试下放给大家看一看 但是我不知道开不开 因为我呢 现在这个 因为我来了 是的 这个Skype呢 它好像更新了 不是很容易分享到东西 试试我,我可以不可以 抬仰狗狗 那那幅图呢 就会告诉大家香港在哪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收到的消息呢 这个我们有网友在关岛的 那关岛的网友都是要小心 因为这个海啸警告中心 已经对关岛和北马里安纳群岛 发布了海啸警告 那刚才我说的那个地震的级数 就8.1级 但是呢 现在又修正了 它其实呢 最初就7.2级 跟着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呢 就是修正到8.1级的地震 那现在再有一些新的信息呢 就再修正到8.2级 那那个震源深度呢 那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信息源 那我都要告诉大家 因为不同的信息源 为什么会有差异呢 因为他们那个 量度出来是有不同的 美国那边的消息 这个是 就说 那个震源深度呢 就是10公里 那震央呢 现在就来阿拉斯加的Perryville 加佩里维尔 大概 91公里 那这个海啸警报 我再看一看先 是有的 现在美国是都出了海啸警报 大约 如果大家看到这幅图的话 可以看到了 那个波 那个波浪 将会在6个小时后 就会影响到日本了 然后就会有机会 送到来香港的 9个月 不是9个月 sorry 9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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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用不惯 说真的 大家看到吗 看到 这个就是美国的海啸警报 但是信息又不同了 那个震源现在是20英里深 和我之前看到的信息已经不同了 所以这些信息是不断改变的 修正的 是不断修正的 那现在是有警告了 那连关岛都是收到警告的 那之后会怎样呢 不知道 我们会再慢慢调查一下 因为你看看 那个震央最初是11个米 就是11个米 17公里就差不多了 然后就调整到20个米 它是这样的 这个是今天的海啸警报 其实已经有一堆在那里了 那之后会怎样呢 不清楚 它调整了8.1 接着又调整到8.2 所以 现在这件事呢 还在这儿搞的 因为不知道它会不会再震的 这一件事 那大家都是听回这个香港电台的讯息 或者跟着我们的盲向编辑部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有新消息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都关心这件事的 因为我们很多网友呢 其实都是在太平洋倒序那里居住的 还有部分在澳洲北领地啊那些 我们都是有网友在那里的 那我们日本当然也都有网友 香港台湾地区都是有网友 那这件事呢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应该就没有南亚海啸那么危险的 就是2004年那个南亚海啸 那2004那个南亚海啸发生了之后呢 其实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啸警报呢 就做得好了很多的 那我们见过很多次海啸警报 就是我们的手机都有时会收到的 那海啸警报的时候呢 就会通知我们不要去海边 其实这个是常识来的 如果有海啸警报的时候 就尽量在一些高一点的地方 那不要在沿岸地区那样 那其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已经是安全的了 因为之前我都帮这里某一个部门呢 就写了一份那些 就是遇到海啸警报要做什么的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那遇到海啸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去高一点的地方 离开海边 哪里都一样的 那当然不同地方海啸的风险是不同的 因为如果海是深一点的地方 其实那个海水的量当然会比较多 那它可以谷出来的海水 或者那个海啸的高度就可以厉害很多的 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见到评估 现在我们自己看到的资料评估 就问题应该不大的 但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再震 会再震我们会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今晚都会看着这宗消息的了 因为这宗消息是不断更新的 还有讲一些有关地震的问题 讲一些常识 就是大家遇到地震的时候 我经常都看到有些视频 YouTube视频 就叫人在门下面 或者打开门还是怎样的 其实这些都不是正确的 其实如果你家里有一张梳化的话 其实最安全就是把一张梳化推倒它 接着就在旁边 在那张梳化旁边 你可以推倒可以不推倒 推倒了它那个高度 就是那个可以给你躲的地方就多一些 那你不推倒也可以的 但是本身那个座位的高度就不是很足够的 所以如果你推倒了 那个梳化令到它动起了 就是那个你站在旁边 或者你蹲在旁边的时候 它那个高度是会高一些 那如果旁边有东西掉下来 你会相对安全一些的 就是开不开门那些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那海啸其实当然没有办法的了 如果你见到来的时候 你是斗快跑咯 是没有办法的了 也都很快 斗快跑 因为就冲上车 立刻踏车 好像被南极圈追踪一样 就是我们玩吃鸡被南极圈追踪一样 扯到尽 是啊 走了去就是了 但是这件事情 海啸为什么会那么危险呢 其实大家都如果比较年纪大一点 看过2004年那一单之后 那一单很麻烦 那一单就很麻烦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一单是死了几十万人的 而且那些人是不知道会有海啸的 而且有些在 因为那发生的地方是在印尼那里板块的 印尼的那些倒序的板块那里 远到去另外一边 非洲那里也有事 是啊 马达加斯加 南非 肯亚 坦桑尼亚 索马尼都有啊 好漂亮的 好无辜啊 所以现在阿拉斯加这样震一会儿 其实在旁边那些地方都是有些害怕的 那我们会盯着的了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住在海边海景洋房那些 但是有什么事都是要关注一下 那我们会密切留意 那有什么新消息我们会再公布给大家听 就是你黏着我们《魔汗》片夕部都是有好处的有时 就是不是经常有好处的 那有时是有好处的 好了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其实差不多了 那我们会再密切关注这件事 好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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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